好来看到大家都很关注的泰鲁格国家公园部落湾山岳吊桥预约的方式了 那么其实已经在11月18号开始才网络实名制预约的方式 那么同时每天余额也将开放给民众现场来做候补 泰鲁格国家公园管理处表示山岳吊桥今年8月12号实行开放 每天四场次每场开放250人 每天总共有1000人入场采取网络预约方式 实行开放以来广受民众欢迎 申请民众并提出许多意见 泰鲁格国家公园管理处目前在有限的承载量中也将调整预约方式 从11月18号开始改采网络实名制 并将每场次多余的名额释出开放现场民众候补入场 现场报名比较方便 像我们如果在临时期以来花莲要过来 哇 他们也没开放 他现在就不开放 他说也不开放现场报名 泰管处强调民众在网络预约成功山岳吊桥之后 必须在24小时内填写表单 提供每位参访者的姓名跟手机号码 并以电子邮件回传 现场工作人员将审查参访者身份证件后进入 记者 您接受铃箱采访网报道 最后的我们的专讯